太坎坷了!当年经历外遇家暴,后来又患癌症,如今的她变成,她就是周汤豪的妈妈比例。 太坎坷了!当年经历外遇家暴,后来又患癌症,如今的她变成,她就是周汤豪的妈妈比例。 记得动感女星比例吗?本名王雪娥的比例以动感活泼的形象深知人心,造型百变的她更有超级赖魔支撑。 热爱跳舞的比例,即便已经到了当阿摩的年纪,在荧光幕前仍是活力十足。 然后,外表看似乐观,总是给人傻大姐形象的比例,一路走来却默默承受了许多心酸。 比例曾历经二段婚姻失败,其中她与小四岁的第二任丈夫周汝豪的子弟练婚姻当初闹得轰轰烈烈,后来还是因为小三介入,还惨遭家暴收场。 离婚后的比例成了担心妈妈,她努力地在荧光幕前表演,发挥独特的表演功力,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没想到,噩梦还没结束,2007年,比例发现自己罹患淋巴癌,这晴天霹雳的消息重挫了她的人生。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放声大哭,这一生为了儿子女儿判明赚钱,离婚十多年了也没交男朋友。 现在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还好有长大成年的儿女陪伴她,原本不想做化疗的比例才成为抗癌斗士。 尤其与她感情好的小儿子周汤豪,当时也继承一波,以歌手身份出道,孝顺的她陪着妈妈做化疗,一步步抗癌。 后来,比例又发现肾脏中隐藏了肿瘤,但越错越用了她,勇敢地动刀,并接受六次化疗,当时儿子正值专辑的制作期,但孝顺的她仍陪着妈妈治疗,每一次化疗她都在手术室外等。 比例起当时心泪又心疼地说,我四天做了三个手术,我其实不担心自己,我是看她一个人坐在开刀房外面,我一直在担心她,我不知道她怎么可以撑过,其实她的整张唱片就是在医院做的。 比例的儿子周汤豪则说,她可以带着我们长大,然后这样照顾我们,她到了她身体出了问题,她自己可以撑下来,我就告诉自己,她可以这么坚强,那我一定也可以。 后来比例终于抗癌成功,她一路挺过了二段失败婚姻,外遇,家暴到两次的抗癌。